亚川上的一座大桥 现在我在京都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 你看这就是亚川 上面摆几块石头 这跑步的人都可以从这个石头上走过去 正好围着亚川跑这么一圈 京都我不是头一回来了 但是这一次有特殊的任务 实际上现在我们也就快走了 我们这次朋友一行人 是专程到京都来瞻仰郑苍苑的一个展览 郑苍苑是什么一个地方 大家有去过奈良 东大寺西北侧 你看表面看不出什么 就一个黑不溜秋的那么一个木头的 那么一个大房子 古代的底下架架隔空 架得非常高 就叫正苍苑 可是实际上 这可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 其中一个宝库 因为他是属于当年的天皇 圣武天皇 这是什么年代 他是公元756年 700多年的时候 圣武天皇驾崩了 然后他这皇后叫光明皇后 光明皇后就把圣武天皇平常用的真品 都供养给东大寺 就存在东大寺 其实就是皇家的仓库 你看日本咱们看到博物馆里 它文物艺术品分级别 像什么重要文化材 重要美术品 国宝 过去我以为最高就是国宝了 国宝最高 实际上在国宝之上 还有一个等级叫玉物 就是玉钱用的玉物 所以你看你像东的正苍苑 就是等于是皇家玉用的这么一个仓库 一直到现在 每年他11月份展出一些东西 其实与其说是展览 不如说是晒晒 他为了保存 他要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晒晒 天皇亲笔写的封条 给你封上 一年之后再起封 所以是这么神而众之 神而圣之的这么一批东西 这批东西里边 我们这次核心为了要看的是什么 琵琶 是一批唐朝的东西 这批唐朝的东西 反映当时唐朝的文化 公义之经冠决天下 那这日本人是崇拜的不得了了 但是关于这一批东西 有一些说法 大家要想知道正确的说法 还是自个去查书 我给大家讲讲传说 传说当时日本这方面的人觉得 这就是当年唐玄宗送给日本天皇的 就当对礼物 当年有没有送呢 确实是送了 就这批东西 但是同样的这批东西 还送了一批给安禄山 不能说完全同样了 肯定就类似的这么一批东西 也送给安禄山 因为我们知道安禄山当时是 跟唐玄宗 跟杨贵妃 跟杨玉环 关系搞得特别好 后来他又造反了 那么当时唐玄宗就赐给安禄山这批东西 现在我听到的传说是什么 真正当年送给日本天皇的那一批 其实已经失散了 这一批东西是多么辗转 安禄山手里的那批东西 后来安禄山不是 安禄山史自明 安禄之乱 安史之乱 后来这个史又把安给杀了 这就是说是他的干儿子 就把他给杀了 然后这一批东西就流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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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辗转的由日本人买了回去 所以现在日本人当然就是喜欢说 这就是我们当年中国皇帝 就唐玄宗送给日本天皇的 实际上我听这样的传说 应该是安禄山的那批东西 所以你看他琵琶 据说有10把不下10把左右 就有的皮这次只展出来一把琵琶 我们要不看 因为他每次展的东西都不一样 这次要不看 就这把歪脖琵琶 他们讲我没核实 他们讲恐怕30年之后才能再展 才能在轮上展 我们才能看着 所以小朋友还有30年 我肯定就30年在坟里也看不着了 所以这次我们就特别要来 这是举什么旗子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要来看一看 大家你看郑苍苑排队的 他们都说排队的人比看清明上河图的人一点都不少 可是秩序好的多 秩序竟然基本上排队 你看我们排了大概也就是20分钟 20分钟的队 但是最后捞着都能捞着看 哪人少你就先去看哪 有一批东西 你就看这个琵琶 猛一看当然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细看 这是一个歪脖琵琶 趋静琵琶 你看在唐朝的时候 有马上弹这个琵琶 抱着的都是趋静 歪脖的琵琶 琵琶是从西域传入的这么一种乐器 然后紫坛 为什么叫紫坛琵琶 而且尤其是你看它后背板 后背板 后背板是一整木整木的紫坛 你想紫坛是多么名贵的木材 它这个整木意味着什么这么宽 这么大 比如说你要按40厘米40厘米 那么就意味着大紫坛树 紫坛树芯是空的 它真正能用的是新材 这个紫坛木 等于说中间是空的芯 外边这有一轮 更外边的大树就得更大了 它的紫坛这个木是藏在这个心材 但是真的芯又是空的 于是你只能在这一侧 你想取这么一块40厘米的紫坛 紫坛到清朝明清就是紫坛无大料 紫坛你看这么一大块抠成整木 抠成一个琵琶 而且它由浅到深有颜色变化 以中间它就按照木的本来颜色的变化 来给它分界 你看在背板有个弧形 但是这儿又有个分界 二分一分界 然后这半边颜色稍深一点 这半边颜色是紫坛木的 就本色就稍浅一点的部分 哎呀 你再看上面用这个螺垫 螺垫 这个螺垫镶嵌嵌嵌之后 外表打磨磨瓶 磨瓶 据说这种技术叫什么瓶托 有金银 有螺垫 有各种珍宝 嵌在这个里头 然后表面又磨瓶 你看这个背板的花纹 有没有他们就讲受到阿拉伯 甚至是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几何形状的 非常规整的节奏性出现的这种花纹 我们今天在很多伊斯兰文明里 就感觉到花纹特别好 但是你看在唐代的琵琶背面 这就无一它是有包容 东西南北来的 尤其是西域那边来的文化 你看它有这种装饰 而且这个他们有人讲 说是LV 现在咱们爱弄的LV 说这LV其实就是从这儿吸收的灵感 LV那个包 但是这个当然比LV那包漂亮 他妈一万倍 就是这个 而且你看 无论是横看 侧看 斜看 都是一条线 就非常这个规整的 然后呢 了不起的是 你再看正面 你再看正面 正面它是一幅画啊 在这个琴弦下边是一幅画 一幅画 你看人家勾出这个图样已经看不清了 这个绘画在这个板上是什么呢 你一看山水 还有两个人 养坐在流水旁边 就像坐在鸭川旁边 我觉得就临流独坐呀 你看这个山水 山水上面的树 这就是中国的山水画 最早的山水画 我一下想起就是这个展子前游春图啊 你看那个山顶上这个树 就有点像隋朝据说是据传是隋朝的这个画的展子前画的游春图 那个时候啊 刚画这个树啊 好像还比较质朴 叫生长不止 画的还不像后来那么繁不那么复杂 画的就像一个小孩 一个伸出手掌 你看就这样 他那个你看这个这个琵琶上面的这个树 山上面树就是这样的 而且你看以山水为主 人放的很小 这就说明啊 中国最早的画是人物画啊 你看那壁画的人物画 后来呢 从唐朝孕育出来了 这个山水 到最后发展成中国的这个山水的这么一个门类 但是你看在琵琶上 又能看到中国最早的这个山水画的 样子 但背面啊 又是这样的这个罗定 又是西域传入的这个乐器啊 又是这个就是你能看到唐代的那种啊 哎中西的所有的文化 哎这个胸怀博大 这个百川归海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包容 而且是乐器 西域的这个乐器 真的是天下其真 而且保存之好啊 你看人家连装一个唐代的这个镜这个铜镜这个这个这个罗定的这个这个也是罗定镶嵌的这个这面宝镜啊 专门装他的盒子都展是漆气的这个盒子装的这个盒子 为什么这盒子都跟新的一样 明明是唐玄宗时候的了1300年以前了这么旧的东西啊 但是你看着像新的一样保存成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专门飞过来到京都来看咱们中国老祖宗大唐文化的瑰宝 值得的 尤其是在亚川之畔啊 这个京都的古都 有多长啊